说到美国态度 正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超狂路线曝光了 这个是长期追踪美国军机军舰的中国半官方组织放出的消息 说美军出动了一架MQ-4C 这个海神无人侦察机飞到广东 另外一个追踪美国军机路线的Twitter账号 则是发布了更完整的飞行路线图 说无人机飞到了广东外海之后 贴着中国领海基线一路往东南飞到海南岛 这个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是极度挑衅的路线 你看这个路线是一路而飞到广东 然后广东由南往北飞 然后绕了海南岛一圈又飞过来 所以这路线是极度挑衅的 因为这是MQ-4C的人与海神无人机 它其实是全球鹰的海洋版 什么意思 全球鹰是在沙漠地形就中东侦察 可是你如果在海洋的话 海洋有什么东西 第一个海浪会折射 你如果用沙漠是相对单纯 可是海浪会折射 所以它会把海洋的光线滤掉 第二个在海洋它有防雷击 还有除冰 海洋的比较冷 你在沙漠不需要除冰 不需要防雷击 可是它的功能是这样子 它在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 每扫描一次 大概就是五千平方公里左右 然后它飞一圈 就它一路一直飞一直飞 它一次可以侦察七百万平方公里 那进入到什么程度 你看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 它可以到海洋一颗 所谓的高尔夫球都看得到 它如果认为这个问题 它甚至可以降落直接去来看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 是非常非常挑衅的 而且我这还是讲平常侦察 侦察的状况 如果作战的时候 它可以直接摇射一面 变战场管理系统 它不但可以连上面的卫星 它可以连航空母舰的打击群 甚至它可以协助航空母舰的打击群 去标定所谓的敌方军舰的位置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 你看非常非常挑衅 这个月来了九次 来了九次你看 昨天来为什么昨天来很简单 因为今天中国宣布在海南岛的西南方 还有南方还有东南方做军事演习 可是做军事演习之前前一天是不知道做军事布置 所以你看它飞的路线 特别绕着海南岛这边绕一圈 绕完之后中国所有军事布置全部都知道 结果中国战狼外交 对不对 中国不是一直说自己很厉害吗 中国敢打吗 中国今天环球军网这样唾面之干 说什么他完全有能力打下来 可是我如果打下来我就中了美国的技了 你中什么美国技 你不是很厉害吗 你不是说这边都是你的吗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有政治意涵的 表示在整个作战的过程中 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跟拜登 有个交接的空窗期 可是交接空窗期的过程中 美国的海军或者是美国军队 并没有放弃对于中国的压力 因为在越空窗的时候其实压力越大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理解为 本月久是代表美国一直在看着中国 然后给中国施加极限的压力 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已经给中国施加很大的压力 那年华哥你怎么看 其实这一次美国这个 因为这一款无人机MQ-4C 它其实是到2018年才少量服役 它等于是美国海军最先进的无人侦察机 它直接从关岛起飞 一路往中国的广东沿海去飞 那这当然对中国来讲是 应该对他们来讲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当然其实现在世界各国 大家也都在发展无人机 我们台湾也在自己 中科院也在发展无人机 那中国也在发展 刚刚看到一个消息还蛮有意思 跟大家分享 中国自治的这个彩虹式的无人机 就竟然被夜门的被叛军给击落了 中国自治的彩虹无人机被福塞叛军给击落 比较不怎么样 因为他已经到彩虹的另一端了 就是到过了那个彩虹桥去了 去找他的祖邻去 就一般来讲 无人机因为本身除了像美军的死神 这种是属于攻击型的无人机 大多数的侦察用的无人机 基本上它的性能都是足以飞行的高度 可以高到一般的雷达是侦测不到的 或者说你即使侦测得到 你飞弹防空飞弹基本上大概也打不到 因为无人机它不会有战斗机去护航 我不晓得中国这个彩虹寺到底是怎么回事 会被人家击落 还是说他把他当作神风特攻队 去攻击敌军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中国这几年的确在国防上 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 常常也特别他们的东部战区 也常常在恐吓台湾 可是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事情要 就是台湾自己的国防能力 要有一定程度的信心 我们不会小看中国的军事力量 但是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 优优独立大利 directed往 优优独立大墨 优独立大利wend Putting into cham 有点免物 Seg分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